那么,脂肪肝会成为肝硬化吗?得了脂肪肝应该怎样预防肝硬化呢?在平时生活里,应该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,要多吃一些养肝护肝的食物,应该多喝绿豆粥和冬瓜汤,还可以多吃苦瓜和丝瓜,这些食物都能够起到养肝护肝和清热排毒的作用。 同时还应该多喝水,当然也少不了补充蛋白质,应该都是大类食物和豆类食物,要避免吃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